我們繼續講一下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情 有政黨分隊參選 也有政黨集中資源 在一張名單上全力出擊 香港要贏 香港要贏 劉光華必勝 民建聯的劉光華在街頭 用毛筆寫贏自派街坊 對於民主派想營造建制和泛民的對決 劉光華反而說 多了反暴力的市民支持他們 反暴力是必須的 也是市民的心聲 市民也不想他們拉布 有時選舉 可能有些選民是要支持某些政黨 但有些選民就是反對某些政黨 所以是支持我們 那這一類的選民也出了例 民建聯的馮檢基說 他和民主黨兩位候選人 不會惡性競爭 因為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基層 拉票也被分成兩隊的政黨靈活 例如我會覺得民主黨會比較中產一些 我們是中下階層一些 全香港不同的屋村我都會去 例如民主黨民建聯市區就一個候選人 新界另一個候選人 爭取成為三鳥議員 他認為工聯會級票力強 自己有墮馬的危機 如果只得民建聯的基本支持者 其實我們是沒辦法拿到兩席的 但和工聯會的配合我相信就非常困難 因為選舉都是競爭的 選情是相當險峻 也都是形勢不容樂觀 全家總統員集中票員支持陳婉嫻 從出江湖的工聯會候選人陳婉嫻 批評在他離開議會的這四年 社會貧富懸殊家劇 他還表明不會和被視為同屬建制的民建聯協調分票 參選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即是俗稱超級區議會界別的候選人 還有洋民主黨何俊仁和陶謹申 以及獨立的白韻琴排頭位的三張名單 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 至於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 當中14個沒有對手競爭 政府刊顯宣布他們自動當選 今年大約23,000個傳統功能界別的選民不需要投票 因為他們所屬的14個功能界別 一共16個候選人都在沒有對手競爭之下自動當選 包括鄉議局界別《流王法》 區議會的葉國謙 進出口界黃定光 保險界陳建波 地產及建造界的石禮謙 飲食界的張宇人批發及零售界方剛 全部都自動當選連任 而四大商會的立法會代表繼續沒有競爭自動當選 只是代表中華總商會的商界二 由廖長江接替黃宜宏 東亞銀行的李國寶不選 由任職中銀的吳亮星自動當選做金融界議員 而航運交通界的空缺由自由黨的易志明自動當選 勞工界三個議席全部都換上新面孔 複雷志明 找老闆 法國安有日子 决立 傑直播 microbiсь熱 다리